住宅区全泡水里 小男孩站在唯一露出的石块上 等待救援 军方只能动用直升机大胆接近山壁 尽管下方就是滚滚泥流 军方人员仍然探出机门 伸手把男孩拉上惊险救援 无人机空拍看到史诗及灾难性洪水 蹂躏巴基斯坦北部和南部地区 造成一千多人死亡 超过三千三百万人受到影响 多达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被淹没 美国卫星公司更发布卫星对比图 原本大片的田野消失殆尽 成了汪洋一片 这场因为怪物及季风雨造成的洪水 冲击主要产业农业 有将近一半的种植棉花被冲走 而那些种植稻米蔬菜水谷的农田 也遭到严重破坏 沿岸靠河为生的农民一夕之间变成灾民 让因为高通膨货币贬值的巴基斯坦 经济情势雪上加霜 红水不断逼着大批车潮往前冲 多架直升机疲于奔命 吊起排队等待救援的民众 甚至用检疫竹篮 空中渡河 巴基斯坦总理夏里夫搭击 视察灾局之后表示 从来没看过如此灾难 向国际喊话求援 但当地短期之内 还是会面临严重粮食短缺 为了缓解问题 巴国可能考虑从宿敌印度来见口蔬菜 在国难面前先把政治问题摆一边 小燕新闻 杨海正报导